T1 Plus全新原創技術节目 登台之路 由马天宗监制 二十两横板筹划拍摄 聚焦团音乐人在表演之外真实的样貌 以及他们在踏上舞台 目前幕后经历的挑战 17号首播戒酒会上 特别邀请音乐人主角们 踏上红毯走上登台之路 像我们这样的乐团 像旁客团 基本上没有团是可以 自己自主的 但如果把它只可以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 登台之路全剧共分十集 透过近距离镜头跟拍 呈现台湾独立乐团团圆间的分合纠葛 斜杠生活的辛苦 坚持音乐之路的快乐与挫折 有争吵有泪水 却依旧难挡舞台魅力 舞台就是音乐的灵魂栖息地 就是我们不管是在录音室 或在家里做了怎么样的作品 到舞台上来才是真正跟 听众最直接沟通的方式 就是像比如说站上舞台 你就有光嘛 那大家就会看到你 然后可能不管你是石头 或是你是水晶好了 那站上去都会发光 大家都看得到 台湾PLUS执行长蔡秋婉表示 台湾PLUS希望将台湾所有可能想到的精华 透过平台传达出去 登台之路就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记录分享 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多元与精彩 那其实它也不是纯粹只有记录音乐 它其实弹的是一个人性 弹的是年轻人要登上台之前 那一段准备的过程 登上台之后的心路历程 那上了台之后下台后的过去 那我觉得有好多好多的东西 如果以说故事的方法来看的话 那台湾这么一个小岛 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多元的东西 能够在这里呈现 那我就觉得那这样台湾PLUS有无旁贷 我们必须要去说这个故事 台之路1月17号起 在台湾PLUS官网陆续播出 1月主打TZ Bank 88喝拔辣子 19两月团 2月首播胖怕团 田约翰 王介 3月首播LINEAR 阿豹与王明志 以及大团诞生幕后故事 精彩可奇 众后面还记得洋人想象周轮 坦白赛网报导